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故事 村中女子接脸失踪 倒是口吐人言 我流黑血 害了他们 明朝年间 横岭山的东边有个大田村 大田村被群山环绕 很是幽静 因他地处偏僻 先少有外乡人来大田村 何启山不是大田村人 他是从外乡逃难过来的 这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 在大田村 他没有田地 便以打铁为生 他长得五冠端正 可惜脸上有块疤 看起来有点吓人 据他说 那块疤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因为这块疤 他二十五了 还没有娶上媳妇 这日 一大早 何启山还没有开铺 便听见有人来敲门 他披一下床 开门出来 见一个陌生的黑衣男子站在门前 黑衣男子见何启山光着膀子 披了剪衣衣上 看了眼他手臂上的肌肉 道 打一个炉顶 五日后来取货 说完 也不等何启山说话 留下五两银子便转身走了 如此奇怪的客人 何启山不是第一次嫌 只是出手这般阔绰 他还是第一次见 好歹是一单大生意 何启山没有马虎 认真打起炉顶来 炉顶看似简单 实则不好打 讲究技巧 对臂力也有要求 再者 打铁要趁热 何启山和刘家被打了足足五日 才将炉顶打成 五日后 何启山一早起床开铺 原意为黑衣男子会一大早过来取货 却不想等到日落西山 何启山的打铁铺都打烊了 也不见黑衣男子出现 等了今日 何启山将炉顶放至门前 半夜 他听到门外有响动 便起床出来 现一只黄狗睡在炉顶内 他抬脚想赶走黄狗 可是 无论他怎么赶 黄狗都不走 何启山还有困意 便随了他 转身回去睡觉了 第二日醒来 黄狗已经不见 第二夜黄狗又来 早上又走 如此这样 过了半个月 还是不见那黑衣男子前来取炉顶 何启山将炉顶收紧屋内 夜间便不见黄狗来了 江陵是村里的百事通 谁家有点新鲜事 他总能第一时间知道 末世的时候 他喜欢来打铁铺 看和起山打铁 顺便说说村里的新鲜事 这日 何启山正在打铁 江陵跑来急急道 王家媳妇李氏昨日去镇上感激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昨日傍晚 王家和村民沿山路寻找 在山上找到李氏的一支鞋 边上就是悬崖 怕是凶多吉少了 何启山莫在意 因前些日子 听江陵说过一回类似事情 后来 那家媳妇自己回来了 说是迷路了 这回 何启山估摸着也是差不多 妇人出门少 对山路不熟 难免迷路 江陵见何启山一脸淡漠的表情 问道 何师傅不觉得此事蹊跷 何启山停下手上的活计 道 上回那陈家媳妇自己回来了 这回 王家媳妇一回自己回来 江陵思索片刻 道 上回那陈家媳妇回来后 茶饭不思 似是得了义正没了魂魄似的 陈家请了郎中 未见好转 后又请了师婆 都不曾好转 何启山 何启山继续打铁 江陵自言自语道 上回好像也是在那个山上 这当中可有玄机 吉日后 江陵又跑来道 李氏回来了 只是 他回来后便神志不清 什么都问不出 又吉日 张家媳妇一事如此 再两日 何家媳妇一事 都是回来后神志不清 如此一来 大田村里的妇人们 人心惶惶 都不敢去镇上了 去镇上赶集 都叫家中男人去 有村民提出 请师婆去山上驱邪 赶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村民们一致同意 师婆在山上驱邪三日 告诉村民 脏东西她已经去除干净 叫妇人们放心 有大胆的妇人 当天就从山上过 无事发生 又有几个妇人也去世了 也一切正常 这一下 村里的妇人们 大胆起来 又开始去镇上赶集 正在大家渐渐把这件事遗忘的时候 村里又有妇人傍晚经过山上莫回家 两日后 自己回来 便是一副神志不清的样子 旁人问什么 都说不清楚 一时之间 搞得大家担忧不已 因为这事 村民们叫苦连天 这日 有人带话给何启山 叫他明日送卢顶去卢坝镇 何启山不敢怠慢 晚间将卢顶擦拭前景 第二日一早 便出门去送卢顶 卢坝镇离大田村远 不仅要走山路 还要翻过两座山 何启山心道 难怪出手大方 原来是这个缘由 何启山拖着卢顶经过府人们迷路的那个山上 他往边上的悬崖下面看去 下面起了白雾 什么都看不清 前面有块大石 挡了何启山的路 他远想绕过去 后来想想 也走累了 便坐下来歇息 他放下卢顶 抬手擦了把额头的汗 扭头肩 只见一头野猪向他冲过来 何启山若是闪身躲开野猪的话 可能会不小心掉落悬崖 于是 他顺手抄起颅顶 往身前一挡 野猪的头撞在颅顶上 瞬间起了个大包 何启山也因为野猪的冲力 往后退了两步才站稳身子 野猪没顶到何启山 他嚎叫着又向他冲来 何启山从腰间抽出短刀 侧身向野猪的前腿刺去 野猪腿下一个猎切 他的头又一次撞向卢顶 两次撞头 野猪惨叫一声跌倒在地上 他的前腿流着血 野猪趴在地上哼哼着 何启山放下卢顶 他见野猪倒在地上 已经爬不起来 便去路边找长绳或阮树记 想将野猪绑起来 带他送完卢顶回来 再把野猪背回村 带他找了条阮树枝想绑野猪时 何启山惊奇地发现 野猪前腿流出的血竟然是黑色的 他诧异地看向野猪 他的前腿还在流血 野猪的气息渐渐微弱 他感激地看了何启山一眼 用人言道 多谢恩公救了我 我被精怪附身 如今流黑血 使我害了他们 这些黑血便是精怪附在我身上 待黑血流尽 他便无法控制于我 现下白日 精怪不敢出来为非作歹 在我黑血流尽之时 还请恩公将我放置山腰泉水之中 何启山带野猪的黑血流尽 便将他放去山腰的泉水中 转身离去时 野猪睁开眼道 莫与黑衣男子对视 何启山心下意惊 谨记于心 道别野猪 继续去送卢顶 由于路上耽误了些时辰 何启山到卢霸镇的时候 天色已晚 何启山在镇上的包子铺吃了六个包子 喝了两碗肉汤 他用手抹了把嘴 就向包子铺店家打听 梧桐树宅子怎么走 店家听说他要去梧桐树宅子 脸色煞白 惊恐道 客观 那宅子去不得 何启山不解 问道 为何去不得 店家摆了白手 示意何启山 莫要大声说 他压低声音道 那宅子内有怪异 只见人进 不现人出 平素宅子异常安静 不似有人住 何启山问道 都是何人进去 店家思索片刻 道 听闻马车内传出妇人声 何启山拧眉 道 妇人 店家点头 道 我不曾见过 听闻事 何启山起身道 即是这样 我便要亲自去瞧瞧 看看那里有何怪异 何启山摸了摸腰间的短刀 又问店家 见了把斧头 别再腰吼 这才拿起炉顶 往梧桐树宅子走去 到了宅子门口 何启山献宅子里一片漆黑 他捡起地上的石子 往院子里扔了一把 里面传来石子落地的声音 再无其他声音 何启山从小便胆大 听闻宅子里面有怪异 便想用石子是探是探 结果 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 他走到门前 敲门喊道 屋里有人吗 院内静悄悄 无人应他 他在敲门再喊 如此喊了几次 院子内依旧静悄悄 何启山心道 再喊一次若无人应 他便偷偷潜入宅子瞧个究竟 何启山敲门再大声喊道 屋里有人吗 这一回 他的话音刚落 大门自里面打开了 何启山摸着急进门 他为台步 想看看来人是何人 不曾想 里面默认出来 大门是自动打开的 他警惕的左右环视 大声道 大田村和铁匠来送炉顶 有人吗 此时 正屋的门打开 屋里有光头出来 此前上门的那个黑衣男子走出来 向何启山拱手道 何师傅路途遥远 辛苦了 进来喝杯茶姐些叫 何启山正要看向黑衣男子 心底有个声音提醒道 莫与黑衣男子对视 他垂眸拱手道 公子不必客气 炉顶已送道 天色已晚 我一要加快脚城回大田村 就不打扰公子了 黑衣男子笑道 不急 何师傅已无需客气 此次恶事初次打顶 若好用 日后还会找何师傅再打顶 剑推刺不掉 何启山便随黑衣男子进了正房 茶几上摆着茶具 边上小炉上的水已经烧开 正咕咕咕咕向外喷着热气 何启山环视一卷屋内 在茶几前坐下 此时 从门外进来一只黄狗 爬来到何启山脚下 嗅了嗅 趴在了地上 何启山扭头看去 心下大惊 眼前的黄狗正是此前半夜里睡在炉顶内的那只 为何他敢如此确定 乃是睡炉顶黄狗的左眼角处有一颗黑点 如今 脚下这只黄狗的左眼角处也有一颗黑点 何启山的手慢慢摸向背后的斧头 说来也骑 斧头竟然不现了 何启山又摸向腰间 短刀意不见了 何启山惊道 短刃也有隐身术 他便是如何大胆 此时亦不能淡定 就在何启山准备出手之际 黑衣男子已向他挥出一掌 何启山眉心一皱 闪身避开 接着 黑衣男子向他连发两掌 衣袖中束十枚银针向何启山飞来 朝朝狠觉 大有不杀他誓不罢休的启事 何启山正欲使出隐身绝技 突然想起下山石师傅的告诫 身子微盾突来了个急速旋转 飞身至梁上 躲过银针和黑衣男子的掌风 随即 他用脚到沟梁上 抄起炉上的开水 向黑衣男子天女散花般洒去 黑衣男子 仓皇闪身躲开 因开水密集 他脸上脖子上已被开水烫得起了数个红点 黑衣男子隐忍着 又向他发出狠招 二人厮杀开来 一场较凉下来 何启山虽是一手卫攻 但黑衣男子 血险节节败退 黄狗趴在地上 似是不曾正眼瞧过他们 厮杀过程中 黑衣男子几次看向何启山的眼睛 与他对视 何启山都刻意避开 正当二人杀得难分难解之际 黄狗叫了一声 随着黄狗的叫声响起 黑衣男子瞬间跌落地上 捂着胸前 吐出一口鲜血 何启山趁机挥袖 撒出一把米粉 脚尖一点 越出房门跳上远墙 飞身而出 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 快如闪电 待黑衣男子反应过来之时 早已没了何启山的踪影 他心有不甘地望着何启山消失的方向 握紧了双拳 何启山再回大田村的路上 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这黑衣男子是何人 为何要对他动杀孽 还有这短刃 他伸手摸向腰间和背后 都在 难道 刚才是幻觉 还有那黄狗 似是知他行踪 如此想想 何启山额上已有冷汗下来 如今 他隐藏七年的身份 怕要守不住了 何启山加快绞成 行走在回村的山路上 原来 何启山父母早亡 何启山由何夫的朋友林天祥抚养长大 此人身怀绝迹 亦是何启山武学的开蒙师傅 林天祥不仅武功高强 还喜欢研究草药炼制丹药 因林天祥不喜张扬 隐世而居 不知何时 江湖上便有林天祥已炼成长生不老丹药的传言 不仅如此 还谬传林天祥得了一本爵士武功秘籍 爵士武功秘籍加上长生不老丹药 两者兼得便是天下无敌的长生不老之人 这是习武之人渴望达到的最高境界 一时之间 江湖上风云四起 各路人马都去寻找林天祥踪迹 后来 听闻林天祥有一个徒弟 已学成下山 但不知姓甚名谁 便有人放出话来 找到林天祥徒弟便能找到林天祥 找到林天祥便能找到武功秘籍和长生不老丹药 于是乎 各路人马又开始寻找林天祥徒弟 目的不一 有想要得到秘籍练就盖世武功的 有贪生怕死 想长生不老的 更有甚者 想两样间的 这当中 不仅有江湖人士 更不乏朝堂中人 何启山四岁 父母双膀 五岁拜林天祥被施 每日勤学苦练 不曾偷懒 十五岁时 他已练成隐身术 师父说 武功上成之人才能练此隐身术 那时的何启山 行走江湖 亦难逢低手 十八岁时 何启山告别师父 下山寻找杀害他爹娘之人 临行前 师父告诫他 做人做事 应轻逊低调 不可张扬 不道万不得已 不得闲路伸手 何启山紧记师父教会 隐藏身世 谨言身心 不敢大意 即便他寻找杀害双亲的仇人 亦不敢明目张胆 而是隐秘进行 只是 他用尽了办法 都不曾找到那个仇人 如今 似是有人已寻到他的行踪 他下山只为替双亲报仇 并不想绞尽江湖的纷争当中 和启山一路思量着 回到大铁铺 连夜收拾东西 离开了大田村 他后来又去夜探过那个宅子 发现里面已空空如也 正房里的驾驶物件亦不知去向 似是被人刻意清扫过 收拾得浅浅浅浅 那只黄狗亦再无出现过 好像凭空消失了 还听闻 自打他上次救了野猪之后 便不曾听说 妇人在山上迷路了 彭腹一切又恢复了瓶颈 不过 何启山知道 这样的瓶颈是风雨欲来的前兆 离开大田村后 何启山避开人群 选择隐山而聚 一日夜间 他行走在山林间 边上有条小溪 他正欲喝两口水 两耳却警觉地竖了起来 他凝神细听 除了溪水流动的声音 还有数十人慢慢靠近的声音 何启山冷冷一笑 该来的还是来了 何启山洋装不知 在溪边蹲身洗手 突然 他转身旋起 将手中溪水飞射出去 林中数人闷哼一声 音声倒地 请客见 林中火把举起 数十人将和启山围困当中 一个身着轻衣的男子走向和启山 他上下打量和启山 盯着他脸上那块疤 叹息道 可惜了 玉娘如此美貌 净生得如此不堪容貌的儿子 真是天意弄人哪 听到此人提及母亲 何启山心里一惊 他抬眼看向轻衣男子 轻衣男子微微一笑 道 我与你母亲渊源不浅 当年 若不是你父亲从中作梗 玉娘与我也不至于如今这般阴阳相隔 只可惜 玉娘听信他的谗言 对我误会太深 已知他一错再错 最终丢了性命 何启山皱眉 问道 你是何人 轻衣男子旁边一个侍从 大声喝道 大胆 我家老爷是知父黄大人 陷了我家老爷 还不跪下 黄大人向侍从摆摆手 再道 我与你母亲自有相识 说是青梅竹马亦不畏过 何启山不奈凡听他说这些 他环视了一圈围着他的人 道 黄大人 这是何意 黄大人向他们挥了挥手 围着何启山的人散开 黄大人道 听闻你逃难至此 在大田村以打铁为生 哎 过得如此艰难 让玉娘知道该怪罪我了 这样 你先随我回府 我得空帮你谋个贤职 好让玉娘在地下安心 何启山正欲拒绝 忽然想到此人知晓爹娘过去 那也应知晓杀他们的人是谁 而且 此人突然出现 定是另有目的 绝不是他口中说的那般 何启山想到此处 他便不加思索道 谢黄大人 那就搭搅黄大人了 黄大人没想到 何启山如此爽快就答应跟他走 他垂眸不露声色的笑笑 何启山随黄大人一行 去了黄大人府上 管家将他安排在北边的院子里 何启山住下后 晚间没闲着 他打探了几个晚上 知晓了一些情况 原来 知府黄大人名唤黄仁峰 虽是知府大人 在当地却是个土皇帝 欺上满下的缺德使做了不少 欺诈百姓的坏事 亦是比比皆是 特别是最近 他听闻江湖上传言 有长生不老的丹药 就下令让全城百姓寻找 找到有赏 找不到就打二十大板 搞得百姓们人心惶惶 到处去寻找丹药 如此一来 何启山便知小黄仁峰找他是为了丹药 至于他提及母亲一事 那不过是为了套近乎迷惑他的把戏 只为了让他住进府中 何启山在黄仁峰府上住了几日 却不见黄仁峰问他丹药的事 黄仁峰今日好像很忙 每日早出晚归脚不沾地 正在何启山纳闷的时候 他在府中竟然陷到了那只黄狗 左眼角处有一颗黑点的那只黄狗 何启山打算从黄狗下手一探究竟 近短时间发生的事情太蹊跷 而这只黄狗频频出现 当中定有古怪 晚间 何启山将黄狗幼稚后花园 给他扔了几块卤肉 卤肉上他抹了药粉 如无意外的话 他吃完不消片刻便会晕倒 可让何启山惊讶的是 黄狗吃完后一点事都没有 何启山非常不解 此药粉饰师傅亲手 从来没有失手过 他不甘心盯着黄狗看 刚看一会他便晕了过去 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绑在铁柱上 手脚被链子拴着 何启山试运了一下内力 发现根本晕不了 他环视四周 竟然发现黄仁峰和先前那个黑衣男子坐在他对面 现何启山醒来 黄仁峰摇头道 年轻人就是气盛 这魔着急 谢你师父 多等两日都不行 何启山疑惑 问道 我师父 此话怎讲 黄仁峰看了眼黑衣男子 黑衣男子点头 看向何启山 道 在等你师父之际 不妨让你知晓 也让你死个明白 原来 何启山父亲和丙生 和他的师父林天祥 同是天成派第三代弟子 天成派是个大门派 他二人习武物兴高 是众弟子当中的佼佼者 掌门聂青格外偏爱他们 常常给他们增加功课 其他弟子羡慕极度 可没办法 他们武学资质平平 不得掌门偏爱 聂青自从做了天成派掌门后 野心勃勃 一心想称霸武林 他刻意制造武林争端 不少小门派 在武林争斗中成了牺牲品 互相残杀 何秉生林天祥二人不愿看到是太发展下去 商计更多无辜 便极力反对聂青的做法 可聂青不顾他们反对一意孤行 导致他二人与聂青一线分歧越来越大 最后走之决裂 二人决意下山 聂青不允 同时放出狠话 若他二人下山 便不是他天成派弟子 为免武功外转 门派弟子 会一直追杀他们 若杀不成 作为天成派掌门 他会亲自出手清理门户 聂青不曾想 此二人趋一已决 宁愿身受重伤 杀出一条血路下山 也不愿向他屈服 下山后 何炳生与林天祥为了隐匿身份 一直以朋友相称 为了不被门派中人寻到 下山后 二人便分到扬镳各自过火 分开前两人约定 若一方被门派所杀 他的后人将由另一方抚养长大 听闻此处 何启山看向黄仁峰 问道 你是天成派弟子 黄仁峰微微笑道 明时出高途 果然一点就透 黄仁峰接着道 当年 天成派派出不少弟子 追杀何炳生和林天祥二人 可喜军无功而返 皆因他们的武功 不计二人强 你请大怒 放出话来 他要亲自清理门户 不允许二人在世间苟活 犹如门风 于是 在何启山四岁那年 聂青寻到何炳生隐匿的地方 对何炳生狠下杀手 何母夜市 将何启山藏匿在邻居家中 折回去 就何炳生的时候 他已身受重伤气弱油丝 夜市悲痛欲绝 为何炳生挡一掌后口吐鲜血而亡 聂青元想着随后将林天祥也一并清理了 可后来听说他能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 聂青一心想称霸武林 更想长生不老便盘算着带拿到丹药再做清理 何启山听后 双拳紧握 眼冒怒火 冷笑一声 道 你们将我困于此 就是为了引我师父前来营救 那个老贼 急急夺取丹药和清理门户把 黄仁峰道 正是如此 你被困的消息已经发散出去 他今日定会前来救你 何启山心中一阵 面上却不显 他道 且看你等有何办法救我师父就犯 说话间 门外有微风吹过 黄仁峰竖起耳朵 哈哈一笑道 林大侠 果然看不得爱徒受罪 何启山扭头看去 见门外 利益男子 在黑夜中身姿挺拔 一双眼光如涉寒星 他抬眸看了眼被铁链锁着的何启山 道 徒儿可还好 何启山冲 林天祥道 是否放心 徒儿受得住 黄仁峰道 林大侠 我等在此等候您多时了 可带了密集和丹药前来 林天祥环视一圈 没有言语 黄仁峰之小林天祥的意思 道 掌门托我带他收着 林大侠将密集和丹药交于我便可 林天祥对黄仁峰道 我已在此给他松绑 黄仁峰面露难色 道 掌门叮嘱过 不拿到密集和丹药 不可放他 林天祥冷冷一笑 道 黄仁峰内外布满了弓箭手 黄大人 我们仕途今夜 怕是插翅南飞了 黄仁峰善善道 只要林大侠爽快交出 就不必如此麻烦 林天祥向卓远强清清晦了灰衣袖 道 若是我不交出来 黄仁峰善道 黄仁峰大人打算如何 说话间 埋伏在院墙上的几个弓箭手 从院墙上跌落下来 没了声息 黄仁峰心里一句 表面镇定 道 林大侠爽快 我亦不为难你们师徒 林天祥从袖中拿出一个补包 在黄仁峰面前扬了扬 道 一言未定 黄仁峰盯着补包 面露欣喜 他正欲上前 去拿林天祥手中的补包 一个身影如剑般 从林天祥身边掠过 补包已被此人夺去 黄仁峰见状 正欲发作 看清来人 垂眸遮住眼底的情绪 汉首道 掌门 聂青将不包我于掌中 哈哈一笑 道 我乃未来武林宗主 此物定然不能落入他人手中 林天祥向聂青拱手道 物已交出物 我的人可以松绑了吗 聂青看向林天祥 面容铁青 眼底射出寒光 他狠狠道 聂障 你又辱天成派门缝 本掌门要为天成派清理门户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话音未落 聂青的掌风已到 林天祥被掌风逼退一步 他闪身炫其 与聂青周旋 高手博弈 没有拖泥带水 招招致命 看得旁边的人心惊肉跳 这边 黄大人向黑衣男子使了个眼色 黑衣男子会议 转身离去 聂青对林天祥 招招狠绝 不留余地 眼看着林天祥 就要支撑不住 当聂青再次向林天祥挥出一掌时 林天祥虚晃一下 似是躲闪不及 硬生生受了聂青一掌 林天祥倒在地上 吐出一口鲜血 聂青正欲栽补一掌时 听黄仁峰喊道 掌门 不好了 何启山不见了 聂青收住手 对黄仁峰道 用铁链锁起来 关进水牢 待本掌门随后处置 黄仁峰马上命人照做 然后跟着聂青 一起去找和启山 聂青走在前面 突然脚下一顿 面上一律 他回头看着黄仁峰 问道 他被铁链锁着 是如何逃走的 黄仁峰看着聂青 往后退了一步 音音一笑 大声道 弓箭手 沙士之间 如雨点般匿迹的箭 向聂青飞来 聂青惊叉中 从腰间拔出长箭 在与箭中挥舞翻飞 与箭纷纷落地 此时 黄仁峰已退至廊下 数百名弓箭手 将聂青团团围住 向他射出染了毒液的火箭 聂青无处可躲 纵然他武功再高 伸手在敏捷 在密集的羽箭中 亦是躲无可躲避无可避 最终 他重箭倒在地上 箭身带火 他的衣裳被烧着 箭头有毒 他重箭的伤口已变黑 他抬头用杀人的眼神 怒视黄仁峰 喝道 大胆逆仗 敢如此对本掌门 这是为何 看着狼狈不堪的聂青 黄仁峰向前走了几步 音音笑道 嘿嘿嘿 想跟本精怪抢丹药 不知好歹 本精怪等这一刻 已经太久了 说主 黄仁峰摇身一变 露出了他的真容 聂青惊惊地看着眼前恢复原形的四不像怪物 倒在地上 两眼怒睁着 没了气息 精怪从聂青手上拿过布包 音音笑着 他的笑声尾音还没落下 就听一个声音道 聂青为一己之私扰乱武林 残害无辜 今日便是因果 精怪一正 扭头看去 当他看见 站在面前的是林天祥和何启山士 指着他们 惊恐道 你们 你们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怎么 林天祥没应他 继续道 你亦为了一己之私 附身他人身上 作恶多端 迷父人心智设其魂魄 提升修为 大田村山上和梧桐树宅子均是罪证 后来 你听闻长生不老丹药可众你修为大增 便设计用我托引我现身 无童树宅子之时 莫能得逞 如今又顾忌重施 因我前来 为获取丹药 让我与天成派掌门厮杀 待我等两败俱伤之时 你便从中作收鱼翁之礼 可惜 终是天道轮回 善恶中有报 尽快被林天祥戳中要害 面露猙獰 正与发作扑向林天祥 布包中生起一团火苗 火苗慢慢变大 一道声音从里面传出 涅图 修炼不走正道 妄想弥附人心智摄取魂魄 使用人类长生不老丹药 提升修为 不知所谓此等不堪 已是大逆不道 触犯修归 必不得好果 速速归来 等候发落 话音落下 火苗已将精怪吞噬 林天祥从秀中取出一粒丹药 递给和启山 和启山服下 不消片刻 脸上的疤痕已散去 面前是一个面白似语俊美绝伦的美男子 林天祥淡淡道 世人肖想的 长生不老丹药 不过是治愈疤痕的平常药而已 聂青已去 武林纷争已该结束了 何启山没有再回大田村 他随师傅林天祥回到山上 远离城市纷争 尹氏而居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聊宅故事 女子欲于书生欢好 书生为难 女子说 这是在帮我 天凤山脚有个村子 名叫尹凤村 为何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据传说 这个村子不简单 里面有绝代高手隐匿其中 更传言 有的到先人出没 真正有没有 就不得而知了 尹凤村里有一户人家 是个妇人 二十年前搬过来的 人称孙大娘 孙大娘 听起来像是个老妇人 实则年纪并不大 也就刚刚不获之年 而不知底细的人看起来 也就二三十岁 像个小媳妇一样 而且容颜极美 孙大娘平日里口麦字化为生 这更是让人惊奇 要知道 古时候女子读书识字的并不多 而且多是大户小姐 大户人家小姐出身的 又怎会沦落到麦字化的地步 所以 乡林一直对孙大娘嘖嘖称气 血探不出她的来历 倒是孙大娘 一个这么美的妇人 独自在这里麦字化 岂能没有恶手泼皮上来自饶 这么多年来 其实已经有不少人明理按理打她的主意 但这些人 要么灰溜溜的走开 远远避开这一片地 要么就直接不知所踪 渐渐的大家都知道 这个女人不好惹 她这才清静了 倒是有好事者对她更是好奇 隐约打探出她的来历 原来 孙大娘是数百里外清城镇孙元外家的女儿 幼年十遍出落的十分美丽 孙元外对她寄予厚望 请先生教她琴棋书画 希望她以后能嫁入官宦世家 抬高自己的门枚 只可惜 当年清城镇出了一个银贼 名叫楚云鹤 专挑大家闺秀下手 当时镇上官身富豪都急了 对县令施压让其赶紧抓捕楚云鹤 可楚云鹤武功高强 清宫更是出神入化 来无影去无踪 根本抓不到 清城镇人人自危 孙元外也千方万方 唯恐女儿住了道 可怕什么来什么 孙元外一天夜间 听到女儿哭泣 忙让夫人进房查看 不料 女儿衣衫不整 床上还有几朵梅花 女儿竟已经被玷污了 自此 孙大娘便闷在房里不出来 每天以泪洗面 孙元外伤痛过后 也不再管孙大娘 她的希望落空 这个女儿也就没石磨价值了 孙大娘绝望之下 趁夜悬挂一根白领 就要上吊 不料 一个道姑竟然闪身进了房间 说 难怪此奸此气营绕 竟是你在寻死 你年纪轻轻的 为何要寻死的 孙大娘说 我被银贼玷污 哪还有脸活下去 道姑说 你被银贼玷污 你做错了什么 该死的是银贼 你何必寻死呢 孙大娘听了 确实如此 便放弃死至 对道姑感激万分 道姑说 你可怨随我修行 将来亲手报仇 孙大娘忙跪下磕头 口称愿意 此时 对她来说 此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杀掉那个污了自己清白的银贼 孙大娘随道姑上山修行 东练三九下练三副 她满心仇恨 修行无比刻苦 修行三年 道姑就说 我从未见过向你这么努力的 也没见过向你资质这么高的 我能教你的都教完了 剩下的就靠你自己悟了 你下山去吧 孙大娘拜别道姑 持剑下山了 她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楚云鹤的踪迹 历时三个月终于找到了 楚云鹤倒是还认得她 大笑说 小娘子是对那一夜难以忘怀 又找上门来了 孙大娘可莫心思跟她说笑 只喊了声 银贼 拿命来 持剑便冲了过去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楚云鹤下了一大跳 她自诩轻功无敌 不料这女子比她还快得多 且剑上竟然布满剑刚 这已经不是凡间之剑 楚云鹤绝望了 她武功平平 全靠住轻功作恶 可如今与孙大娘比起来 武功天差地远 引以为傲的轻功也比不过 跑又跑不掉 打又打不过 楚云鹤只得跪下求饶 可孙大娘一生被她所毁 岂能饶她 楚云鹤最后被孙大娘千刀万挂而死 孙大娘大愁得报 返回家中 父母献失踪多日的女儿回来 欣喜不已 孙大娘脸上也露出笑容 不料没过多久 孙园外就想让孙大娘 给五十多岁的县城做填放 孙大娘虽然失了清白 但在道姑的开导下 已经明悟 情愿孤独一生 也不愿去救世俗眼光 去给一个老男人做填放 面对父母逼迫 她大失所望 刘叔以风 就此离开家 再也没回去过 孙大娘无处可去 就站住一间破庙里 她把破庙收拾一下 买些被褥 将救助下 时隔半年 她被一阵啼哭声惊醒 起身一看 竟然是个小小的婴儿 不知是哪个父母这么狠心 把婴儿扔在这里 孙大娘看住婴儿 越看越爱 便留住自己收养 自己孤身一人也就罢了 有了孩儿 不愿地吃苦受罪 于是孙大娘来到天凤山 孙大娘凭着剑术 来到天凤山 猎杀了不少猛兽 卖了钱 就在山脚的尹凤村里 买下一个小宅院 居住下来 婴儿逐渐长大 孙大娘给她取名孙安 孙大娘把孙安当成亲生孩子一样 自然不会藏私 便将自己一生所学都交给了她 孙安小时候调皮得很 孙大娘生活上对孙安很宽容 但在做人学习上 孙大娘非常严苛 孙大娘同时扮演严父慈母和恩师的角色 孙安自治几家 在孙大娘的教导下 逐渐长成一个文武双全的少年 孙安苦读金书 富有浩然正气 写出文章 文气萦绕 鬼神莫能尽 剑法也突破凡间之骨 剑气吞吐 五无洞间 竟有一尺剑芒 未练出剑气前 皆是凡间之剑 而练出剑气 剑可斩鬼神 这一日 孙大娘卖丸子回家 见孙安还未回来 孙大娘有些恼怒 这孩子又跑出去玩去了 不多时 孙安回来了 笑嘻嘻 把手一仰 娘 孩儿打了两只山鸡 给你补补身子 孙大娘心里暖了很多 但还是呵斥 想吃山鸡 娘自己会去猎 你专心读你的书 孙安连一苦 我的水平都可以考状元了 还有啥可读的 孙大娘怒了 狂妄 状元是那么好考的 你能说出这种话来 可见心浮气躁 心心魔力不够 接下来半个月 就在山上读书 不准下来 孙安连更苦了 但也知道孙大娘言出必见 只得老老实实的上山读书 山上有间茅草屋 孙安就住在茅草屋里 每天练剑读书 孙大娘定时给他送饭送菜 这天孙安照旧读书 天色渐晚 孙安点亮蜡烛 继续沉浸在书里 窗外秋风萧瑟 胡叶打住悬而飞起 窗边也不时响起呜呜的风声 孙安沉浸在书里 两耳不闻窗外食 忽然 孙安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孙安有些奇怪 山上一向无人 这磨碗了 谁会敲门呢 孙安打开门 只现是一个绝色女子 翘生生地站在门外 衣着华丽 妆容精致 气度雍容 一看就是贵族小姐 不知为何 这磨碗了会在荒山上 孙安奇怪地问 姑娘是找谁 女子展颜一笑 这里只有公子一人 当然是找公子您啊 这天色已晚 不知姑娘找在下所为何事 女子羞大大的说 小女子丘兰 仰慕公子已久 月夜不昧 愿修宴好 嗯 孙安美色当前 却更多的是疑惑 自己魅力这般大 孙安觉得不对劲 她仔细地看了看女子 你不是人 孙安一句话 就让刚才暧昧失忆的气氛 荡然无存 丘兰差点被气死 冷清若先的气质 也瞬间落了凡尘 你这人 好端端的怎么骂人呢 孙安却接着说 也不是鬼 丘兰没好气地说 当然不是鬼 死妖又不是妖 奇怪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丘兰气得咬牙 这人看住文质彬彬的一个书生 不是该斯文有理的吗 怎么这人这磨损的呢 要不是有求于她 真想打她一毒 转身就走 孙安见丘兰真的气坏了 眼泪都在打转 泪光迎转 楚楚可怜 赶紧道歉 小声嘴歉 刚才开个玩笑 小姐莫怪 小姐还是说说 所谓何事啊 丘兰见孙安和颜月色 只得把委屈咽到肚子里 正是要紧 她一下子跪了下来 说小女子有天大冤情 需要公子相助 公子若不答应 小女子便常跪不起 孙安呆呆地看住丘兰 女人都这么会变脸的吗 不过孙安还是扶起女子 说你想让我帮忙可以 但你要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了 你说我听 若被我听出言语不识 那便对不住了 修兰说不敢欺瞒公子 我是天凤山山神之女 前不久 一个妖物偷袭杀了我父亲 占了山神之尾 我偷偷藏了起来 侥幸没被发现 我想去找成皇军告状 可是 此妖在山上各个出口 都派了重兵把守 我身上有神灵的气息 绝对躲不过的 虽然这些小妖不是我的对手 可只要打斗 妖王转眼就能来到 我只能想办法偷偷溜走 孙安这才明白 为何这女子非人非鬼 似妖非妖 原来还是妖物 只是修的是神道 有神灵之气 取代了妖气 孙安问 可是我又能怎么帮你呢 丘兰羞涩地说 正如我前面所说 我有神灵之气 若与男子交合 就会沾染人气 神灵之气就会很淡 还可以附身在那个男子身上 就可以神不知 鬼不觉地逃离天奉山 否则是闯不出去的 孙安想了想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孙安是个善良的人 见丘兰苦苦相求 只好同意丘兰的方法 孙安当晚就和丘兰共赴无山 此后十岁之位 夜夜与丘兰缠绵在一起 而白日丘兰也未离开 孙安读书写字 丘兰颜抹相伴 红袖天香 其乐融融 即日后 丘兰问孙安 公子只顾祥乐 还记得答应奴家的事情吗 孙安脸一红 说 这不是怕气息沾染的不够 想多沾染几次吗 丘兰实在受不了孙安的无耻 冷下脸问 那现在沾染够了没有啊 孙安盲说 够了够了 你觉得够了就够了 丘兰说 此事对公子来说 有一定风险 公子若是反悔 我也不会怪罪公子 孙安正色说 小姐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我答应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的 准备一下 我们今日就出发 我经常上山 他们也不会怀疑我 不出意外 会成功的 果然 丘兰附身在孙安身上 因为沾染了孙安的气息 神灵之气 已经淡不可查 那些把守的妖兵 现是孙安 便根本没露面 毕竟他们根本不敢随便害人 更何况是孙安这个 身怀浩然正气的书生 丘兰的办法的却可行 孙安大摇大摆的下山了 隐藏的妖物 丝毫不知一直防备的妖饭 就这样在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出了天凤山 事情就简单了 修兰带主孙安 一路急行 来到城隍庙 修兰见了城隍君 就上前哭诉 柳伯父 天凤山有妖舞 杀了我父亲 还望图占据山神之位 伯父要为我做主啊 城隍君一听 怒不可遏 岂有此理 这妖舞好大的胆子 你们随我来 我这里就去秦了那妖舞 为你父亲报仇 见城隍君 准备孤身 带他们前往天凤山 修兰急了 柳伯父 那妖舞依我看来 是个蛇妖 有些法力 还会喷毒物 下属众多 是否要多带些兵马过去 城隍君一挥手 我已经算到那妖舞来历 我有一宝 专门克制他 那些属下 你可能对付 修兰回话 那些小妖魔问题 那蛇妖就要劳烦伯父了 城隍君自信一笑 一招手 召来两匹银马 说 骑马快一些 我关你们已经合体 就和成一匹吧 修兰被这句话 修红了脸 顺从地和孙安成一匹马 一起赶往天凤山 天凤山山脚由小妖把守 城隍君随手灭掉 一起闯入天凤山 来到山神殿 只见蛇妖看起来文质彬彬 眉清目秀的 倒像个书生 见到城隍君也丝毫不慌 见到修兰眼前一亮 修兰小姐一直找你 却没找到 何必东躲西藏 不如嫁给我 做我这山神夫人 岂不逍遥快活 所谓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修兰咬牙怒骂 你这狗贼 杀我父亲 还想我嫁给你 做梦 你看这是谁 你的死期到了 城隍君一声大喝 大胆蛇妖 竟敢善杀善神 企图神尾 该当何罪 蛇妖说 是城隍君啊 这帮废物 居然能让他溜出去 把你请来 真是没用 既然如此 就动手吧 城隍君协议的一笑 那就动手吧 孙安看到那一抹鬼笑 心知不好 大喊一声 小些 却已矜持了 只见城隍君拿出城隍印喜 对着丘兰喷出一股黑气 丘兰立刻吐血倒地 因其入体 瑟瑟发抖 城隍君和蛇妖像是一眼 哈哈大笑 得意非常 丘兰绝望地问 柳伯父 你这是做什么 为何要与蛇妖为伍 城隍君说 这你就不懂了吧 他本就是我好友 若不是我相助 他也没真魔容易成功 你这恶贼 原来你已有份 你就不怕天谴吗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这就送你上路吧 孙安觉得自己被忽视了 你们似乎忘了我呀 说完拿出一幅字 盖在丘兰身上 那幅字接触到阴气 竟发出白光 丘兰身上的阴气 丝丝消融 原来他文章精益研究透彻 已经养出文气 儒家有浩然正气 能驱阴振邪 他的字也有振邪的效果 如果是大儒写的字 可能一幅字 就能要了鬼神的命 孙安的浩然正气 当然没到那个程度 但驱除阴气是足够了 陈皇一直以为 孙安是个普通书生 没想到这个书生还不简单 和蛇妖对视一眼 一人持印 一人持钩 向孙安攻来 孙安抽出宝剑 剑光闪动 竟有齿鱼剑芒 陈皇和蛇妖大惊失色 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书生 这么厉害 这已经足以威胁到他们了 陈皇和蛇妖也慎重起来 拿出看家本脸 只是孙安有浩然正气 陈皇应喜中的阴气遇到孙安 效果大打折扣 陈皇便把目光头像正在恢复伤势的丘兰 陈皇呵呵冷笑两声 对孙安说 书生 你这小娘子还要不要 再补住手 她可就没命了 孙安一看陈皇攻向受伤的丘兰 也有些急了 蛇妖趁机使出杀招 孙安很快受伤了 丘兰急忙说 不要管我 杀了他们 为我报仇 说吧 举手向自己额头拍去 显然是想自杀 怕连累了孙安 然而 她的手刚举起来 就被一只手握住了 她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美妇人笑盈盈地看住她 她惊奇地问 多谢相救 请问您是 美妇人说 你可以叫我一声娘 修兰正离祸的时候 只听孙安惊喜地叫了一声 娘 你怎么来了 原来 美妇人正是孙大娘 孙大娘说 我再不来 你这媳妇可就没了 我到哪抱孙子去 孙安有些不好意思 娘你别胡说 她可不是我媳妇 怎么 还不想认账 你做的那些事情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问问她 叫我什么 修兰羞涩地叫了生娘 孙大娘立刻眉开眼笑 对孙安说 你媳妇有我护住 不用操心了 赶紧把那两个老鬼打发了 成皇对蛇妖说 别葬住耶住了 拿出看家本领 跟他们拼了 然后趁着蛇妖拼命 扭头就跑 只可惜 孙安早防住他了 掏出一柄桃木小剑 对住成皇射了出去 正中后心 成皇发出凄厉的惨叫 身上不断腾起黑雾 不多时就灰飞烟灭了 蛇妖看得胆寒 水瓶更是发挥不出来 很快伸手重伤 被孙安一剑 刺中心脏 一命呜呼 这时 孙安才想起来 该让丘兰刺最后一剑的 忙向丘兰道歉 丘兰说 若不是你 我别说报仇 自己也要命丧他们手里 怎会怪你 只会感激不尽 顿了一下又说 再说 我们夫妻一提 谁动手不都一样吗 孙大娘听得乐了 这个媳妇我喜欢 回去之后 恰好赶上开课 孙安去赶考 果然考中状元 丘兰则去上诉 毕竟本地成皇和山神都死了 可不是小事情 上司查明缘由后 并未怪罪丘兰 反而让丘兰继任山神之位 成皇另行安排 对孙大娘来说 这可都是喜事 于是趁机给他们办了婚事 来个喜上加喜 而孙安先是平步青云 直至后来厌倦官场 便辞官隐居天凤山 和秋蓝琴瑟和鸣 一世逍遥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